三次上课的那个录影其实都在这边 第三次 那我们上个礼拜的那个录影里面重点 大概不外乎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那个利用那个范例就截取 刮胡中自串那个范例 那其实这个范例呢 在你们今天的书里面的151 因为这一本书里面有4 好像468个范例 468招 那实际上就是有468个问题 那那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实际上呢书里面 它主要是利用函数的方式 去解决一个问题 不过你会发现 它用的方法不见得跟我用的方法 会是一样的 我只是用它的问题来当成是范例 OK 所以至于要怎么解这个问题 其实并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那当然你要自己去思考说 用哪一些函数会相对的比较恰当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恐怕就是在利用这个范例 里面也没有VBA 所以里面的那个VBA 是我自己利用我的这个方式去把它解答出来 OK 刚好没电 比如说那个101这个 101这一道题其实就是它的答案 这个上面已经有了 它其实你可以把它删掉 当然你不要 它上面已经有答案了 不过你可以把它删除掉 当成参考 主要的它是希望说你可以把前面这几个中文字拉到这边来 那刚好它这个题目里面 其实开头刚好就是中文字 那我要怎么知道说呢 它前面是中文字 OK 这里面的话可能会需要用几个方法 其实这里面的话 可以插入函数里面 你可以一样用文字 文字里面的话呢 特别注意哦 基本上会用到几个函数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要算什么 算那个什么呢 这个字的长度 那我们前面会有用到所谓的LEN 那LEN特别注意哦 底下有个LENB 你想说HLLAB也有LAB的B 其实很多地方都加个B 那这个B的话 实际上呢 跟有加跟没有加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这个加一个B的话 是算Bite 那LEN如果不加的话 没有加一个B的话 是算几个字 你想说算Bite 跟算几个字有什么差别 特别注意哦 在这边的话呢 Essal里面呢 如果你是算Bite的话 那英文字和中文字都算一个Bite 那中文字的话呢 算两个Bite OK 不过这个是不是unicode的 以后unicode的话 全部都两个字了 OK哦 这个可能要注意 因为现在我们用的版本 它还不是用unicode的 所以哦 还会有这个就是 数字跟英文都是一个Bite 那中文的话两个Bite 那你想说 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如果 我们如果知道这个讯息的话 那是不是说 我如果算 这里面有 因为开头刚好就是什么 开头就是中文字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什么呢 把LENB的结果 剪掉LEN的结果 那不就是等于是知道有几个中文字的吗 有没有 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OK 因为呢 如果我是LENB的话 中文字会是两个字 那LENB的话中文是一个字 那这样的话 剪完之后不就是知道中文有几个字的吗 OK 那这个应该 应该给我的意思吧 但是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要解决 什么问题呢 对 英文字的话 它还有全形跟Bite 你可以发现 这个SS这几个字 它其实字特别大 那是全形 那这边最大 如果是全形字的话 也是两个Bite 所以这麻烦 怎么办呢 所以你可能 在做LENB 剪掉LEN的 这个之前 你可能要先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把所有的全形字怎么样 转换成半形字不就好了 有没有 把这些SS先把它转成半形 所以你先转完之后再来计算 就可以得到有几个中文 有几个中文字刚好在LENB在前面 所以我们就用LENB去得到嘛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分几个方向去思考 第一个转 那怎么样把全形转半形呢 这辈子哦 在这个文字里面 其实我前面跟各位讲过 你们有时候还是或多或少 稍微瞄一下这个文 每一个函数底下的说明 其实就会有答案了 有没有看到 其实第一个就是了 将全形字圆 其实就是了 转换为半形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先用ASC好了 那实际上把文字给它 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哦 这些回来的 有没有发现 全部都变成半形了 那其实它主要是针对那个啦 里面如果有全形 它才会有作用 那如果本来已经半形 它就不会做任何的改变 OK 大概知道 那再来第二步的话呢 你再利用什么 插入那个我刚刚讲的 第二步的话就用LEN嘛 LENB 先去算一下 这个里面呢 有几个by车 诶 16个 那16个的话呢 理论 那我们再利用什么 插入 第三个也许用LEN 去算什么呢 算这个里面几个字 13个 所以你会发现 相差就是刚好 三个嘛 对不对 如果说你利用这个方式的话 那你不是在用 最后在利用什么 用LENB 有没有 然后去把 这个TES 就是这些字 那几个字的话呢 就是什么 这一个 减料 这个数量 那不就是我们要的什么 资料 向下填满 其实 其他还没做 不过这些的话你可以讲 底下是一样 如法泡赤 有没有 然后这边向下填满 这边再向下填满 结果不就OK 你会发现 全部中文字 就一次就完成了 不过呢 当然最后了 我是建议各位 思考的时候 可以一二三四 对不对 那以后的话 你总不可能说 还要四个栏位 最后其实是应该怎么样 把这些放在这里 OK 所以 我有讲过了 其实我的习惯是 我想完了之后 那我会怎么做呢 也许我都在这个储存格上面做 OK 比如说我先转半形 把公式剪下来 再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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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步骤 可能要慢慢熟练 如果你熟练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这么多栏位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 假设我不要这些栏位的话 我要一次做完 第一步先ASC 把公式剪下来 做什么呢 再插入LENB 所以LENB找到了 然后呢 给这个TEST 跟这一样 应该怎么 算它的 应该是把刚刚公式贴上就可以了 应该把这个转换的结果算出来 要不要 16个字 OK 把刚刚公式贴到LENB里面 然后再来的话呢 你可以怎么 再减掉 用LEN的结果 所以其实 可以偷懒一下 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复制一下 贴到这个后面来 贴上之后的话 把这个B拿掉 比较比较好 有没有 就是16个字嘛 16个byte 减掉13个字 那回答应该是3嘛 那再把这个公式 怎么样 减下来 做什么呢 再插入一个什么LENB 有没有 LENB在把刚刚那个3 贴到 这个从这边去抓 然后呢 去抓几个字 就是这个 把它贴到底下 三个字 有没有 OK 然后呢 我们按确定之后的话 向下填满 那就会是我们要的结果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OK 只是说 这部分的话 还是要 把它熟练一下 当然书里面的 这个 101的 范例 不过 它的解法 跟我的解法 不太一样 第二个 它里面没有VBA 那没有VBA 可以自己写 OK 所以这本书的好处 我是觉得它范例多 但是它的缺点是 它有时候 它在讲解 那个函数啊 产生的公式 有时候太冗长了 而且甚至我觉得 解的不是很好 所以有时候 我会参考 但是我有时候 不完全会 照它的那个 解法去做 另外还有就是说 如果要加快速度的话 可能就是要把它变VBA 如果像这一题 要变VBA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干脆把公式 放在回圈里面 然后把它丢出去 变两个 一个按钮是按下去 自动完整 一个按钮是清除 这个前面有讲过 所以请各位 也许可以试试看 这个就是101的 这个范例 当然 这个没有太多时间 所以我大概略讲一下 那103这个范例 你们也可以自己再尝试看看 这个103 主要是怎么样 这边有原始资料 后面的话 当然我要算这里面 有几个数字 后面衍生出来 有几个是非数字 或者是说工作上面 当然不是算几个数字 主要是怎么样 我要把里面的数字部分拉出来 OK 这边说 比如说125 我拉125出来就好了 8310 8310 然后这边数字 如果不是数字的话 那我就不把它拉过来 也许 大家你可以分几个阶段 可以算数字的个数 再来的话 把你需要的 比如说我需要的数字 拉过来 或者我只要英文部分拉过来 有没有 把英文数字跟中文 做分离 怎么分开来 那如果你一般工作上 也会遇到 比如说我要的资料 刚好就除尘格里面的数字 可能它就一串里面的数字 我要把它独立出来 那当然如果说 你没有更好的方法的话 那你可能就涂过来 那太累了 怎么办 不过这一题难度比较高 因为它里面会需要用 需要了解那个内码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英文 跟数字的内码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我们藉由它的位置去判断说 它每一个字 到底是英文还是数字 所以这一题相对比较困难 还有书上用的是这么复杂的公式 外面加一个大瓜糊 是执行正列 所以其实以这一题来看 我倒不建议你用这么长的公式 你倒不如直接写VBA算了 为什么因为反而 你如果用这个公式来做 还反而比较困难 你反而写VBA还比较简单 所以有的时候 复杂的事情真的交给VBA就好了 反而你用VBA来解决 更简单 所以书上有 这一题好像是103 你们回去可以看看 这一题的难度 基本上又向下提升 提升好几个等级了 所以这一题也许可以试试 如果假设你工作里面 你需要的资料是 你来源资料里面的英文 或者是数字 或者是中文 你只需要某部分的资料 要提取到B栏里面的话 那该怎么做 这些TH请各位回去 再试试看吧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答案的话 云端上其实云端白板里面 也会有相对应的解答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要怎么解的话 其实这边有没有 101 103 有没有 蓝色的打开来 但是 难度非常高 那所以呢 因为我觉得 这一题难度非常 如果有兴趣同学 尤其是VBA部分的话 这个可能要了解什么 内码 那内码的话呢 我们可以借由 怎么知道它的内码是多少 那它的那个什么呢 英文的话 它的全形是一定是在 内码的这个位置 65 65到这个90之间 这个是它的英文的全形 所以我只要提取它的内码 我就知道它是不是 这个英文 那小写的话是97 到122 这个range 然后数字的话在这里 48 到57 OK 所以如果说你可以有 懂得这个 截取内码的方法 那当然 你就有办法做 他想说 哇 我是内码 有很复杂吗 其实没有啦 像Excel里面 能不能读那个 某个字的内码 其实是可以的 比如说什么 在我们文字类函数里面 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function 叫什么呢 叫code 对 这个code 这个code的话 就是你给它什么字 比如说我今天要抓Excel的 Excel1 这个字 它如果是你给它五个字 它只会抓第一个字 它回来会告诉你69 为什么是69 因为它抓E 那E的话呢 是在这个大E里面的话 它return回来跟你讲就69 有没有 这个69数字 那也就是说 如果它给你的数字 是在这个区间里面 那表示它英文大写 英文小写这个区间 数字在这个区间 除此之外呢 那应该就中文了 OK 所以这个 也许可以借由这些方法来判断 当然我这边有把 那个怎么做的方法 稍微说明一下 不过最后其实还是写VBA 会消费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如果你用刚刚那种 资金正列的方式来做 哇 这是 我觉得 非常的麻烦 而且 错 错在哪里 还不容易除错 因为公司里面一行 它只有一行 错了 你根本也很难除错 所以我建议有时候以后 如果相对复杂的 这个资料处理 我反而比较建议你刚才用VBA就好了 相对会比较简单 以后我们会后面会有几个范例 再跟各位说 其他还有 还有其他更困难的 像之前还有一个同学问的 这个是之前同学问的问题 他每天工作都需要做什么事 把这个A栏里面的那个什么呢 A栏里面的这个超连结 超连结就是一个什么 小鱼到这个A HREF 到大鱼的这个范围 他要把它提取过来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要提取这些 提取这些到这边 那他 没办法 你工作里面一定有很多这种东西 他这个资料就来自网络 他网络上抓下来 他要把他要的资料超连结留下来 那当然一样 如果你不会用 用对的方法 那你只能突发链钢 突发链钢的结果就是 好像会时间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完成 这题其实跟前面讲的蛮像的 有点像吗 我去抓这个前刮 这个前刮A株嘛 跟后刮A株之间的位置 把中间的东西 放过来比较好 所以其实之前不是这样 检取刮A株中自串 就可以了 OK 但是呢之前的问题 比较单纯 只有一个资料 但如果有两个资料 因为我之前不知道 你不是用上 话他说老师没有那么单纯 因为我的 他说往下找 像这边的第六好了 第六列这边呢 你看这边就一个 这边又一个了 也就是说他里面 超连结有可能是有一个 或一个以上的超连结 那他都希望把它截取到B栏去的话 哇 怎么做 对 没错 所以这个难度也是非常 又提升了好几个等级了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其实答案已经在云端上面了 在哪里呢 就是在 这边了 不过这一题难度也蛮高的 我仅供给各位参考 在这里 有没有 程式嘛 那其实 这一题最重要的 跟 截取 这个 刮户字串函数那个有点像 VBA程式的话呢 这个 就是之前写的那一段 但如果说他有不限定几个的话 那你可能要加 黄色字这些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你要懂得用什么 DoFile回圈 DoFile加一个loop DoFile意思是说你帮我找 找到 什么呢 不等于零 不等于零就是说有找到那个 我要的那个符号 再继续找 那如果 找不到他就跳一回圈了 OK所以这个回圈意思是说 他 进去 帮你把资料 切割是因为有找到 你要的那个符号 如果找不到呢 他就离开了就不会往下找 OK大概是这样了 不过这个难度是相对的比较高 所以呢 也把答案放在这边 给各位参考 如果 你们对工作上 如果你有遇到类似的情况的话 不妨 你也可以 把这个当范本吧 试试看 不过这个难度 太高了 所以 也许我这边放在这边 仅供各位参考 OK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接着 继续来看 逻辑函数了 因为呢 在任何城市的撰写 不一定城市撰写 你任何的 这个工作里面 一定都会遇到 所谓的逻辑 那逻辑的话呢 不外乎的一幅 然后呢 交 这个交集end 连辑 就是偶尔 那相反逻辑是nots 不过相反逻辑 用的非常的少 因为相反逻辑的话 真的很难 去表示 而且 反而你转了一个圈之后 你要绕绕去 相对的比较麻烦 所以nots我用的非常的少 OK 那待会的话 请各位帮我切到一幅 做几件事 第一个 平定的话 也许这个插入 这个逻辑函数 一幅应该大家都会 合不合格 这个成绩合不合格 那也就它 是不是大于 等于 60分 如果大于等于60分的话 那就合格 我打个Y好了 其实应该打合格 反制就no 就不合格 这个我想应该 都没问题啦 有没有逻辑 向下填满 可是呢 如果说我今天 我没有那么单纯 我希望 可以再复杂一点点 叫做多重逻辑 所谓的多重逻辑 是希望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这个成绩呢 它80分以上的话 包含 就是A 然后70分以上到80分之间是B 60分到70分之间是C 不及格的话是D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这个逻辑部分 还有呢 这个Excel公式可以表示 那VBA要怎么表示 OK如果说我今天呢 一样我希望把这边再加一个什么加一个VBA的叙述 OK VBA的话呢 当然我如果在VBA里面怎么表示 合格不合格 另外的话表示ABCD 然后一个清楚吧 反正大概就是把之前的 练习再复习一下 OK熟练啦 反正 你要把VBA学好 这个前提就是真的要熟练 最好能够做到就是 你 马上就知道说 你要写 VBA该怎么做 那那个SOP你很 Round很顺 123 开始写 按钮 按下去OK了 那你实际上 甚至以后 像我自己的习惯 可能 简单的事情 可能用函数 也许可以带一下 但是大部分事情 写VBA算了 因为你用函数 我说很多事情根本 即便可以做 但是也会非常非常的麻烦 因为你只能把公式写在单一行里面 也就单一行里面你要表现 非常非常多的动作跟逻辑 而且还不能犯错 犯错还不知道 哪边是错误的 不像VBA至少他会有个中断点 停在那边还告诉你那边错 在函数里面就没这个 公式里面就没办法这样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 逻辑函数的部分 先打开 然后 试一下 OK 那我刚刚也有带了101 103 跟 还有一题 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 截取 字串切割 那这些题目的话 给各位当练习题吧 回去的话 有兴趣 有多时间的话 可以再多多练习 还有 还有什么 宴会牌桌 宴会牌桌也是 之前同学 学完VBA之后 自己回去练习的 因为他是饭店业嘛 那饭店业他每天 就 会遇到很多问题 他是想要 拿 那个 VBA来解决 他真的是 自己写出 VBA来 而且还真的写出一个宴会牌桌 就是把所有名单 给他之后 键按下去 哪一桌 该做哪个位置 马上那个 就是哪一桌的 清单 都自动排列出来了 他里面有程式嘛 不过他这个里面已经把程式写好了 他要 他其实有寄 档案给我 他最后 他很认真 写完之后 他里面的问题 就是说 他写完之后 因为他要列印 列印给那个客人 但是他 不会一件事 就是他不会画框线 也就是VBA里面 将来如果你要列印的话 因为预设是没有 没有框线嘛 那我们要怎么样 透过VBA 也可以 自动 在你列印之前 自动加上那些框线的设定 或者相关的外观 字型 其实这些都 或者颜色 底色等等的 那些通通都可以 通过VBA 一键就完成了 你看你要设定什么 再配合逻辑啦 比如说 谁谁谁要加什么 底色 变黄 标注一下 你可以醒目马上看出你想看的资料 在哪个位置 这样子的话 再把它print出来 出去的话 那不就一下就OK了 列印报表很简单嘛 甚至还有同学问到说 列印之前要怎么设定 其实也很简单啦 里面页手页尾 你也可以做一些设定 反正print出去 它基本上就是你要的结果 这样的话 不是省时又省力 尤其是每天做的事情 OK 那这部分的话呢 那请各位 先把逻辑函数部分 开起来 然后先想想看 将来的话呢 任何的工作里面 基本上应该都会有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呢 最需要知道的就是 当然 一重逻辑 两重逻辑 跟多重逻辑 再加上联集跟交集 其实也就足够了 OK 其实说真的 工作上面 不外乎这些逻辑 你能够掌握 你基本上 大部分的问题 应该就足够 可以解决 也不用把那个问题 变得很复杂 OK 试一下